他們為什麼昨天不敢講說 這一一五到底是前進政治現金 還是前進木可 因為前進木可 在搭配張藝善所指出的 他跟李文中講好一人一半 代表他跟李文中股份一人一半的話 那這個就會變成非常嚴重的事 他已經不只是割小草了 他已經是剝皮了 那進入到剝皮的神事之後 他就說 我開公司賺錢怎麼樣犯法了嗎 對不對 就跟現在很多人在幫他護航說 阿伯看房子怎麼了 阿伯有錢錯了嗎 可是問題是你在政治上面做到這個程度 有這麼多的不明金流產生的時候 你會不會去卡到你的財產來源不明的問題 雖然他現在沒有公職 他說他沒有公職 沒有財產來源不明的問題 但是在政治上面 尤其是你的黨裡面其他人 要怎麼面對像你一個這麼貪的主席 你說國民黨主席 民進黨主席 有人是靠著這個黨在把錢貪到自己口袋嗎 國民黨以前再怎麼難看 好歹還成立了一個他們黨中央有個什麼行管會 還投管會去管那些黨產 是屬於黨的 明目張膽把政治現金搬到自己私人公司 再轉到自己私人口袋 柯文哲是史上第一人 柯文哲都說因為我們是小黨我們人不夠 沒辦法我們新成立的我們是新政黨 所以我們只能這樣做 我也小黨啊 我們也是2015年新成立啊 哪有開一間公司 哪有我的肖像權賣給他啊 我跟我的粉絲割韭菜有嗎 沒有啊 小黨不是柯文哲的遮羞部你知道嗎 柯文哲今天面對媒體的鏡頭 其實他應該講 他是史上第一個把粉絲的錢 洗到自己口袋裡的黨主席 他應該要講這件事 因為昨天他的記者會的主軸不就是這樣 柯文哲他有一個兵法 就是遇到質疑的時候 首先第一個是先不認錯嘛 但是有時候火會燒到不能不認錯對不對 所以他會認小條的錯 就是講那種還講的過去 大家會原諒他 大條他就不講 然後之後他就可以跟他的支持者說 你看阿伯已經認錯了 阿伯是全台灣唯一一個會認錯的政治人物 阿伯好棒阿伯誤死 大家對他信心恢恢復 這是他一直以來的套路啦 那只是這個套路呢 那昨天為什麼失效 因為凹不過去的問題真的太多了 沒辦法一一來凹 像以這個木可公司來講 昨天柯文哲有認一個什麼 昨天柯文哲有認說 木可公司跟他的財務部是同一批人 因為這個證據太多了嘛 而且檢調都因為談李文忠李文娟 這賴不掉啊 所以呢他就認了這個錯 但是他用什麼理由 他說因為我們人力不夠 所以出了錯 那我說啊他這個叫黑龍社 因為如果你真的人力不夠 你就不該去開這個公司 你開了這公司 你不就多一件事 你人力不夠 你還要多一件事 這不是頭就撞到嗎 他去開設這個公司的時候 他有一個很強烈的目的 他昨天自己也承認了 他說是要幫他處理他的肖像授權的問題 這是這個公司成立的目的 所以你看喔 柯文哲是單純木可公司的客戶嗎 木可是個經濟公司 柯文哲是藝人 他簽給這經濟公司嗎 錯 木可公司是為了處理柯文哲的肖像而成立的 這是他昨天自己講的嘛 他說我們這個事情太多了 我後來找一個公司處理 這是這個公司成立的目的 這句話 這是這個公司成立的目的 已經在全國面前播出了 所以今天他在檢調面前 人家賴不掉這件事情 一開始公司為他設立的 公司的董事長是他的親信 甚至在公司剛成立的時候 也有媒體報導指出說 李文忠是這個公司的總經理 他那掛這個名字 所以現在對柯文哲來講 他的最後條防線是木可公司的股東名冊 我不知道檢調去抄股東名冊 有沒有抄到 如果今天這個木可公司的股東名冊裡面 有柯文哲本人或他周邊人 那問題更嚴重 因為現在至少已經張祈凱有證實 有450萬進到柯文哲個人的口袋 他可以拗說這是授權金 因為我是藝人 我委託我的經濟公司去幫我談商品 然後他給我這個藝人錢 雖然把政治人物做成藝人本身就是很可悲的事情 但反正柯文哲現在最要救的火是他的法律之火 所以要用這個拗 但是萬一木可的股東盈餘分配裡面又有他身邊的人的話 那他就是強烈的涉及到了如何把政治獻金洗到自己口袋裡面的嫌疑了 所以現在木可公司有多少盈餘 這是他們昨天記者會完全不敢講的喔 他們只有講他們給木可公司1500萬 1500萬相較於10%那銷售額是1億5對不對 這1億5到底是進科的政治獻金還是進木可 昨天他們完全沒有講清楚 因為有一些小草買木可商品的時候拿到的不是政治獻金的收據 而是木可的發票 如果你拿到是木可發票的話 代表你的錢是進到木可公司裡面去的 如果這一億5裡面 他的成本昨天也有揭露 昨天成本是1400 1400 成本不到10% 所以九成是他的利潤喔 如果九成是他的利潤 兩個人可以這樣對分的話 那蠻驚人的 所以現在問題是他們為什麼昨天不敢講說 這1億5到底是前進政治獻金還是前進木可 因為前進木可 這搭配張藝善所指出的 他跟李文中講好一人一半 代表他跟李文中股份一人一半的話 那這個就會變成非常嚴重的事 他已經不只是割小草 他已經是剝皮了 那進入到剝皮的城市之後 他說我開公司賺錢怎麼樣犯法了嗎 對不對 就跟現在很多人幫他護航說阿伯看房子 阿伯有錢錯了嗎 可是問題是你在政治上面做到這個程度 有這麼多的不明金流產生的時候 你會不會去卡到你的財產來源不明的問題 雖然他現在沒有公職 他說他沒有公職 沒有財產來源不明的問題 但是在政治上面 尤其是你的黨裡面 其他人要怎麼面對像你一個這麼貪的主席 你說國民黨主席民進黨主席 有人是靠著這個黨在把錢貪到自己口袋嗎 國民黨以前再怎麼難看 好歹還成立了一個他們黨中央有個什麼行管會 還投管會去管那些黨產 是屬於黨的 明目張膽把政治現金搬到自己私人公司 再轉到自己私人口袋 柯文哲是史上第一人 那柯文哲都說因為我們是小黨 我們人不夠 沒辦法 我們新成立的 我們是新政黨 所以我們只能這樣做 我也小黨 我們也是2015年新成立 那有開一間公司 把我的肖像權賣給他 我跟我的粉絲割韭菜有嗎 沒有 小黨不是柯文哲的遮羞部 你知道嗎 柯文哲今天面對媒體的鏡頭 其實他應該講 他是史上第一個把粉絲的錢 洗到自己口袋裡的黨主席 他應該要講這件事 因為昨天他的記者會主軸 不就是這樣 這個鞠躬道歉 他是一個政治的姿態 他是一個pose 可是他完全沒有辦法交代說 那這個錢呢 到底去哪了 甚至最基本的 基本題 必考題 他們監察院的數字裡面 收入四億 花掉三億多 還剩六千萬在帳上 結果銀行戶頭的現金 只剩三千三百萬 差了兩千七百萬錢呢 昨天記者會沒有人提一句 所以我覺得在這整件事情裡面 木可公私加陳佩琪 是柯文哲兩大破口會出現 好 不過當然這是易三哥的爆料 他自己說他有確切的證據 但要請教一下瑞德哥 現在柯文哲是面臨到司法正在死亡 政治已經死亡了嗎 因為讓大家說 更大條是嚴峰爆料這個 用選舉補助款買商辦 昨天柯文哲也說 用我的名字買監督力道更大 然後又說了 其他政黨也會繞一手去買啊 我不曉得我才出學前 其他政黨有這樣子嗎 因為柯文哲通常都在胡說八道 他就很自以為是 以為自己強調自己 智商157 事實上他是一個 沒有社會經驗的 台北市長 他都在做疑心 然後我們之前跟他接觸的時候 就發現 他很單純的就認為應該是什麼 比如說他認為 政論節目在批評他 晚上都在批評 就是民進黨新潮流 發動 然後給電視台 電視台給這些名嘴 大家腳本講好的 劇本一致 為什麼 因為每一台打開都是來罵他 他不會就反省說 我有沒有做錯什麼 他不會這樣想 因為想說你們這裡全部都是 等於說大家都是 那麼一夥的 就是要對付他 有的就要對付他 然後現在再去跟 接受館長訪問的時候說 說他想要澄清 都沒有人 政論節目都沒有人要找他 政論節目不找你 不是不讓你上 是因為你的收視率太低 沒人要看 不是啊 你的誠信已經破產了 你沒有誠信 當然他還有少數的人 還有支持他 我跟你講 我說少數人 一四人最巔峰的時間 就在1月13號一剛 369萬票 沒了 現在沒了 現在完全崩盤到 這個無以復加的一個地步 他的政治生命到今天結束 不管今天 那麼今天晚上是生押 是交保 是怎麼樣 不管他的政治生命 就到今天結束 為什麼 因為他到昨天講的那個記者會講說 我也不知道我的帳戶有450萬 還記得嗎 最後他有沒有記者會說要捐出來 沒有 後來才說 那我要把它捐作公益 也是這個樣子 然後他的4300萬的商辦 他竟然會講出那種 已經到了匪夷所知 正常人 沒有辦法理解說 這樣用我個人的名義買 這樣比較容易監督 我常做比方就是 那就好像我跟文貌說 我通常私房錢 就是為了改善我們家的經濟 那個意思不是一樣的嗎 誰相信 對不對 誰相信 我老婆都不相信 我太太都不相信 私房錢 只要有破貨都沒收 你知道嗎 三個年齡 說五四三 所以不會相信 你怎麼說那年少的 他這樣亂台灣十年 整整十年 說得很好聽 把自己形塑的多青年 多青高 結果後來發現 不是 這不是我們認識 十年前的那個科B 那個改變成的 那個白色的力量 沒有 他完全被染色 也可以這樣講 他或許本來就是一隻 台灣變色龍 小白色的力量 賣相關